7月10号 预定B战霸权 B-I-L-I-B-I-L-I 当季点击量最高的作品的Overload 第三季开播了 该作讲述了一个平凡上班族 通过游戏角色 转生到异世界的冒险故事 因为主角人设是个黑暗像的骷髅 作品又有着日本轻小说 漫改穿越一世界 开挂龙奥天的招牌套路 所以B战粉都把这部作品叫做吴奥天 吴奥天长这个样子 Overload前两集点击量超2.2亿 点赞数超520万 它已成为B战的流量担当 而即将到来的第三季 直接对应小说建国大夜片 中二和奥天程度爆表 开播前就引起了超高话题好论 吴奥天为不先遭泄密 不过其中一个想借记火一把的熊孩子 差点就毁掉了吴奥天 这个外包公司实习生将Overload3的原话偷开 并在B站开了直播 在B站把未公布的商业项目全网直播 看来是真的不懂 保密两个字怎么写 当然直播被管理员发现后迅速中断 更看不懂的还在后面 这孩子被指证后毫无愧疚 还在评论楼里上蹿下跳 态度嚣张 经过一段激烈的户队 好孩子选择了接二连三的换马甲 说好的不怕呢 真香 被扒出来的新马甲和真香GIF这一浪 到底捅了多大的篓子 以2013年革命Gvabry事件为例 代工的无锡续扬动画音管理不利 倒至300张原话和部分视频 音频被一名泄愤的实习生扩散出去 最终制作方向签约播出平台 东京电视台赔偿了1.6亿日元 当时和人民币1036万 造成资金缺口 原定四个季度的制作企划 最终只完成了两季真妖展 Overload的赔偿认定 还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代工的国内公司损失肯定不小 首先担保金已经背了中国公司 在承接日本代工时 会缴那100万人民币左右的保证金 好在古澳天没有腰斩 顺利拨出了 异世界转生 最壮的诸葛面级的大罚单 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讨论 毕竟外包的黑历史可以落出一火车 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韩国外包公司在名侦探科男的制作中 把日本抹掉了Overload泄密闹到这么大 搞得各种二次元社区人心惶惶 主要还是作品本身在意味的影响力体现 人怕出名猪怕壮 爱辟火了自然有人蹭流量 Overload作为现阶段最壮的猪 出现这次的愣头青也就不奇怪了 这里要介绍一下异世界转生这个题材了 像穿越成为古装剧潮流一样 异世界转生成了日本漫画行业 近年最流行的创作手法 这类作品套路也很固定 主角是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小人物 遭遇突发状况 多数父子被带到一个与原来生活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然后开挂装X 走上人生巅峰 因为作品创作难度不大 销量又有保证 导致大量新人涌入 像成田梁沃无头其实一文录作者 刚本伦 妖精的旋律作者 等很多老牌人系作家也转来淘机 作品同志化倾向严重 挤压了其他作品的空间 很多公司都开始抵制这一题材 脚穿文库旗下平台征文海报 明确拒绝异世界题材燃并乱 存在结合里 异世界转生题材 开创了一个清改作品的新潮流 好的漫画不再出自漫画家之手 轻小说写手依靠网络平台起家 成功的故事可以不断吸引合作 扩展内容 画工交给画师 原作者专注于故事架构 这颠覆了原有的漫画创作模式 此外 异世界轻改的红火 还要归功于日本起点的鼎立支持 成为小说家吧 首页 日本网络小说投稿网站 小说家中文一名成为小说家吧 与国内的起点中文网一样 流行网文 爽文 异世界转生题材 完全符合了读者对爽快流畅 和清阅读的需求 像国内的玄幻小说一样 完成了对排行榜的图版 前20名的作品都是异世界题材 2017年8月统计 异世界轻改的这股妖风 不仅在日本国内红红火火 中国阿宅们同样是难剧诱惑 R1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在B站以收费制的形式会员观看权限 单机依然可以获得1.6亿的播放量 人人都爱意识 谢那么 人们为什么钟爱意识界转生题材呢 单纯因为爽 意识界题材究竟为什么火了 不仅我们困惑 日本人自己也挠头 RCH等论坛上都有专门开贴 宅和非宅都在一本正经的讨论 在日本看漫画不算宅 全民行为最受认可的原因 就是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残酷了 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 几乎每个小孩子都非常喜欢看少年漫画 因为那其中体现出了很多只要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梦想的主题 但是环境不同了 现实使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 连活营忍者 海肥王这样的头部作品都在宣扬血统论 社会的现实也明明白白告诉你 梦想只不过是妄想 阿宅们发现连漫画这种最后的理想箱都在失手 已经被生活逼到退无可退 这个时候转生异世界题材的出现 就像救命稻草一样 死亡并非终结 非来横祸也可以转生 你可以在全新的世界成为人生赢家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连拢住这种少年漫妻剑 都出了异世界转生的官方同仁座重生雅木茶 重生雅木茶出景 高中生转生到雅木茶身上 并改变其命运第二个原因 受众变化了 喜欢动漫的不仅仅是孩子了 受众已蔓延到各个年龄段 不同年龄对自己理想的愿景 都会作为商机被作者抓住 只要它足够强大 这样的变化就是异世界题词开始包罗万象的 异世界食堂 异世界的授意事业 在异世界开了孤儿院等作品不断出现 除了经典老套的王道路线 人们在探索异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老年人转生后可以焕发第二春 商业败选可以在异世界开拓职场 不同年龄的人在做着属于自己的梦 如何闯入年轻人的理想像漫画 可以作为一生的爱好 但就现在来看 漫画还是国内年轻人的专利 年近八十的日本前首相麻生泰棠 依然保持着看漫画的爱好 如何闯入年轻人远离尘世的理想像 争一口这个流水善意的行当 就异世界题材可以来个直辈 腾讯动漫2016年给作者的付费 分成1.4亿 整个付费市场在3到5亿规模 而五年内有望发展到30亿以上 首先 王道有尽头 青年漫画能取胜 初看国内动漫APP上的排名 少年漫开挂装X龙奥天 少年漫霸道总裁 读从我的大趋势依然坚挺 但是不论少年还是少女像 王道题材总会触及天花板 就像海贼王依然有趣 但是我们长大了 越来越觉得他在很多方面有硬伤一样 这些看漫画的孩子终会长大 国内以后一定会催生出青年漫画这一细分 更深刻的故事架构 更硬核的线条与表达 市场会渴望不断丰富的内涵 其次 日本一世界漫画的例子告诉我们 漫画创作中会摆脱艺人一本的创作模式 至于会选择美漫的 公司流水线 还是日漫清改句话分离的方式还不好说 但是一部作品需要考量剧情 建稿 分禁 上筛等流程 商业化还要考量工期 独立作者肯定是愈发难以招架 海贼王 作者为一天容易狼工作是一脚 如果本土化终不成气候果慢崛起 至少从现在来看还是伪命题 重走90年代引进作品的老漏依然靠谱 而引进作品和在地画流程都免不了合作 IP和版权在人家手里 国内的公司就必须守人家内的规矩 不注重商业信誉和管理思维 类似Overlord的细密事件发生的多了 透支的是整个行业未来的可能性 至于那个细密的熊孩子 一瓶滴滴未不屑 愿你在异世界还能继续上蹿下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